全世界有许多被禁止的心理学试验 晚上就在这桶里大小便 好 将大学生聚集在类似监狱的设施内 进行的斯坦福监狱试验 在模仿监狱的实验设施中 将学生分为看守员和囚犯 然后开始了实验 于是看守员的行为越来越过激 囚犯陷入了危险状态 实验被迫终止 没想到 这竟然成了全世界有名的心理实验 这次我们向大家介绍另一个 恐怖的心理实验 格式塔崩溃 这个实验中 你是谁 要求接受实验的人 对着镜子这样问自己 并且只是重复这句话 我叫马龙 是一名心理学博士 在发生世界大战时 我们作为德国军人 以犹太人为对象 呀 来得正好 求你了 救救我 进行了某种实验 实验的方法可以说非常简单 你是谁 你是谁 只需要每天在一定的时间里 对着镜子 不断喃喃自语地重复上面的这句话 当然 也有很多人不听话 来 试着大一点声 开什么玩笑 这种事能做下去吗 这种不听话的人 不需要点惩罚吗 喂 你小的 给我过来 你们打算带我去哪 唉 他应该回不来了吧 稍微不听话的家伙 我们会用电影和他告别 好了 回归正题 只要重复这个实验 人就会变得奇怪 你是谁 你是谁 你究竟是谁啊 实验开始一周左右 异常开始显现 要是出错了 要受惩罚 放心 问题很简单 是 15-8是多少 答案是7对吧 这么简单的问题 许多人却开始出现了错误 明明第一天的时候答对了 是8 是4 是4 好 几乎异常 出现了处理能力迟缓 症状就像老年痴呆 这种问题都会出错 得接受惩罚 没办法 只能一个一个挨着惩罚 真是些让人不省心的孩子 实验开始两周后 这次自言自语开始多了起来 我是天才 是天险之子 原来你喜欢西红柿啊 喂 小子 你和谁说话呢 他们之间甚至还有一位 开始和自己聊天 不知道怎么就开始不对劲了 实验开始三周后 手无阻导聊天的人多了起来 当然 是和镜子中的那位哦 你一天吃了那么多西红柿啊 甚至表现越来越激烈了 呵呵呵 是啊 就这样 距离实验开始 已经过了两个月 喂 你怎么了 啊 我是谁 别碰我 这是哪儿 终于 他们在丧失了自我的同时 甚至连自己身在何处都不记得了 好了 让我们现在介绍一下 格士塔崩溃的意思吧 哼哼 原本格士塔这个词 在德语里的意思 是整体构造 所以格士塔崩溃是说 啊 是的 脑中的整体构造崩溃 表示对事物变得完全无法理解的精神状态 比如 让我们用勇这个汉字 体验一下格士塔崩溃 现在 请大家15秒内 一直盯着这个勇字 是不是会渐渐地觉得 上面偏旁和难是分开的 大脑无法掌握整体形态 渐渐地对原来的形态产生了违和感 这就是格士塔崩溃 那么最后实验结果如何了呢 他们开始出现了自残行为 为了感知自我而寻求强烈的刺激 甚至最终发生了自杀未遂 这个实验也最终被终止 哎 本来还想继续实验呢 即使到了现代 人无法解释 为什么通过这个实验 人会发生格士塔崩溃 只是可以确定 这是大脑bug 或许有一天 优秀的心理学者们会解释这个问题吧 好孩子们 不要模仿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在人类瑕疵大学 今后会不断继续研究 人类的问题 如果感兴趣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其他视频也敬请观看 感谢观看